請 太怕了 妳知道太怕了 來燙青菜二代 262號 瓦拉蔥 有一個瓦拉蔥 買裡面買單 友情 很辣味 有那種很辣味的味道 口味不會很鹹 很好吃 再來這一家 同樣人氣強強棍的小吃店 用餐時間排隊人潮 從不間斷 大哥 你今天點了什麼 我喜歡吃 薩白魚豆 滷魚頭 絲木魚頭 以前有吃過 很好吃 我會吃飯 蝦仁飯 肉燥飯都蠻好吃的 前台作業區的滷蹄筋 滷魚肚 炸五鍋魚 跟各式小菜菜色多樣 他們家的蝦仁飯 絲木魚粥和魚湯 各式讓蜜其林秘密可 陳福的好味道 也是因為畢比燈的關係 我今天點的是 絲木魚湯 然後還有它的蝦仁飯 很好吃 就是不負它的美名就對了 有了超級欣欣的加持 小店生意越來越火熱 讓許多客人 特地來嘗鮮 首次入邦米其林 老闆你一定很開心 真的完全沒有想過 可是這個真的是沒有料想到 他們吃到的東西 應該全部都是我做錯 第二代的老闆陳說虹 對於自己的手藝 越來越有自信 像是這一碗招牌蝦仁飯 就是憑它一己之力炒出來的 金黃色米粒吸附醬汁 飽滿有香氣 口感偏濕潤不軟糊 還可以吃得到新鮮的火燒蝦 好吃 老主顧 大概十幾年有了 蠻好吃的 他們的蝦仁飯很像糯米飯那一種的 就很Q啦 如果你想說這不就是一般的炒飯嗎 那可就大錯特錯啦 這一碗蝦仁飯講求的是 配料得先完全入味 而店內的八成食物 都是出自於老闆的手 招牌的虱目魚 每天從南部進貨講究新鮮 魚肉肥嫩到入口即化 虱目魚粥則看得到一整片完整的魚肚 底頭放入油條 鮮科 吐脫魚塊 撒上芹菜跟胡椒 讓湯頭多了一股油香味 滋味完全不輸台南 它那個魚它很像 真的很像台南的 就是滿道地的 喜歡吃虱目魚粥 所有的都很多 很好喝 它的魚肚的方面也很鮮嫩這樣子 我們剛剛還在想說 要不要兩個人一起喝一環 對啊 就是魚太大了 就很划算 小店在地飄香30年 靠著第二代的堅持和努力 完美複製老味道 不僅深受老主顧歡迎 也是遊客到台中打卡宣布的好地方 各位觀眾朋友啊 你看看這一條條在油鍋中翻滾的 可不是春捲耶 是臭豆腐 刀子切開之後 裡面還包了好幾種的餡料 是店家研發的春捲臭豆腐 上面吃不到就這邊有 對 還滿特別的 口感酥脆 然後味道很入味 就是咬起來會脆脆的卡卡卡這樣子 會有這個idea 是因為老闆覺得 把豆腐碎渣丟掉浪費 於是呢就用春捲皮包裹碎渣 再搭配杏鮑菇和素火腿下去油炸 搭配泡菜 哇 讓人驚豔 好的豆腐它會碎掉嘛 然後碎後全部就把它 拿來包春捲這樣 就沒有浪費掉 創意無限的 還有這一家麵線蛋餅 汆燙過的麵線煎到酥脆 再加上一顆蛋 然後撒上肉鬆 淋上煉乳 鹹鹹甜甜的口感 就像是在吃超厚的蛋餅 算吸引人 滿新奇的啊 第一次看到這種做法 老闆原本是在賣麻油雞 突發奇想把煎麵線和蛋餅結合 開發出了麵線蛋餅和大阪燒 而且還有蝦仁泡菜等等多種口味 煎麵線最傳統 最原始我們只有賣乾麵線跟煎麵線 麵線蛋餅以及大阪燒 是後來我們突然靈感而來 喜歡嘗鮮的卡粉們 下回到台中一定要來打卡宣布啦 真的是香香香 麵麵它口味就是比較中 會有很中和很焦味 然後它的辣椒加辣椒也很好吃 簡單的古早味是遊客到台中 必定打卡的美食 因為店家的意麵 可不是普通的唷 使用蛋黃加上高筋麵粉 揉製而成 口感Q彈 喜歡吃辣的 還可以加點店裡獨門辣椒粉 口感很Q 很Q 有一點胡椒味 但有一點胡椒味不錯 從1918年開店至今 已經超過百年 除了手工薏麵 還有招牌蝦丸 奇餘丸 和福州肉丸的綜合湯 其中包入豬肉餡的福州肉丸 一咬開 會爆漿耶 福州丸就是會咬下去很多吃 然後蝦丸也是會有不一樣的味道 就是蝦味很夠 聽到沒有 外面可是吃不到的唷 你還在等什麼 走過路過千萬不要錯過囉 請問那用外帶 外帶稍等 等他就可以 你好 歡迎光臨 來 裡面請坐 大桌的 大桌的 帥哥 稍坐一下 稍坐一下 你們有點餐了嗎 點餐了 稍坐一下 稍坐一下 那邊有椅子 他會叫號碼牌 他會叫 有沒有看到 這慢到快要慢出來的人潮 都是為了朝聖力淇淋推薦的 豬腳飯 今天從哪裡來 花蓮 花蓮來了 對 為什麼這麼遠回來 我沒吃 我本身不吃豬腳的 可是因為我來這邊之後 我覺得它的肉不會太肥 也不會太油 然後是我可以接受的 然後加上它的味道 肉處理得還不錯 我最喜歡來這邊 是吃它的腿扣 而且它是限量的 幾乎每天大概就是 你11點 12點之前沒有來 那12點之後就是沒了 然後就要等到下午3 4點 才會有第二波 想要吃到這限量秒殺的 低卡本 一定要趁早 露到焦糖色有亮的豬腳 吃起來鮮香適中 又滿滿的膠質 大腸頭相當入味 半肥半瘦的推口 Q中帶軟 還有象徵補韻的豬腳麵線 每一樣可都是賣得強強滾 它的豬腳還滿特別的 就是味道很香 然後又很入味 然後又很軟嫩 因為剛好朋友有推薦說 這邊是必比登 最近有得獎 所以來這邊吃飯 有醬油的香味是有的 然後還有青蔥的點綴 對 我覺得這樣是滿夠的 骨仔麵比較軟的 骨仔麵其實都QQ 要喜歡我們軟 對… 老頭要吃就對了 對… 你可以沾一隻腿口 對 或是軟排 對 都可以 這位留著小光頭 看起來很有個性的老闆 每天都坐鎮店裡 親切的招呼客人 F說你可能不知道喔 他做豬腳的資歷 已經超過了20年 我們這個豬腳 它是後腳蹄的部分 後腳蹄它本身 它會比較大一點 對 豬腳的部分的話 它基本上它都是皮筋骨 中結跟腳蹄 它是不帶肉的 到肩膀的地方 就是我們所謂的大腿 或是肩膀臂部的地方 它才有帶肉 每個部位的口感都不一樣 老闆說 滷豬腳之前 先要經過照腰鏡 精挑細選 一塊一塊慢慢的檢查 看是不是有碰撞 瑜琴的地方 如果有的話 就要淘汰 那你看這樣這個 照耀鏡下來 你看 火車都跑出來了 剛才白白的 你看馬上就跑出來了 這個是豬腳的後腿肉 大腿肉 人家在說的那個腳蹄的地方 控肉的大部分是 都是用這一塊 我選擇了 挑選的時候 大部分是兩斤左右的 那個後腿肉 當天仙仔的溫體豬的部分 不是我在說 老闆對品質的要求 實在有夠古謀啦 不愧是資深豬腳達人耶 檢查還要磕他的腳 縫縫的地方 腳縫縫的地方他會躲毛 然後檢查完成了以後 才到顧客的身上 兩大一小時 我整理一下好不好 有一個七位的 你們七位可以先坐 然後裡面坐 先生你也是要外帶的 好 稍等一下 我是來自馬來西亞的 對 然後 爸爸朋友 就是介紹我們來這裡吃 然後就覺得 很久沒有吃到豬腳了 所以我就來回味一下這樣子 我覺得我怎麼吃 都覺得好吃啦 他其實算是 沒有偏鹹或偏甜 他是剛好的 所以他的滷汁 基本上你來餃飯啊什麼 大概滷汁就可以幹掉一碗飯了 這個一鍋要差不多150幾 本身它那個腳蹄的部分 它屬於比較有膠質 還有帶一點筋 所以它的軟爛度它比較 不容易那麼爛 所以我們在放吃的時候 我們大約會從腳皮的部分 會去先放 再來是中鞋 再來就是那個腿扣跟豬尾巴 所以一鍋這麼大鍋 你如果不注重這個秩序的話 它可能起來的話 它會就是會不均勻 入到入味的推口 入口即化還帶點咬勁 限量的豬尾巴還吃得到 滿滿的膠質 太小額了 有一個客人 他跟我講一句話 那個真的是讓我很開心 很開心 他說 帥哥... 說真的喔 這個就是我媽媽 十幾年那個味道 我已經沒有吃過了 你知道嗎 其實你對客人用心 就是對自己最大的幫助 你要不斷的去調整 給客人給你的建議 或用心態 讓人家來你的地方 能夠吃得滿足 吃得快樂 還有吃得開心 不愧是連續三年獲得 米其林推薦的豬腳名店 雖然滋味樸實 但卻是讓人難以挽回